是吴欣宇 今天的长行讲座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无有角对方正以后的另外一路变化 在上一期讲座中呢 我们讲到白旗正王以后 黑旗想守住右边 采取着非或者是拆一的这个下法 那么本期我们来看看 黑旗如果想守住这个下方的一些下法 根据实战情况 有时候黑旗也会认为下方比较大 想把下方的功能守住 那么它主要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飞 一种是小尖 这两种下法 首先这个顶的下法 我们先给它排除一下 这个顶很明显 看上去有些笨重 旗形似乎也不是太好 这个顶的下法不是太好 顶的下法 白旗简单点就给靠住 这个白旗就很容易应对 黑旗不好接近 不好使力 只能走一个 那么白旗在清零的跳一跳 这个白旗的形状非常好 哪个地方都不能挖 你怎么挖都要被人家提掉一个 所以这个顶的不太好 如果你用静的话 那么白旗就顺势 你打车 这个白旗都是不用怕的 白旗就吃掉就可以 所以这个顶的下法 我们暂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不是太好 那么黑旗想守住下面 无非两种下法 第一种就是肩 肩是很坚实的一步棋 很坚实的一步棋 就是说没有什么毛病 那么这个空手都非常牢 那么接下来 白旗既然你黑旗守住了 守了下面 那么我势必就要进入到右边来 那么进入右边的时候 白旗需要注意一下 白旗最正规 最正常的普招的下法 是顶 这个顶看上去非常熟 但是它是一个很正确的下法 黑旗必然会打 这个不可能被白旗穿下去 看上去这两招很熟 但是它确保这个虎是先手 黑旗立下来 这个旗必须立 这个旗不说你不立不说白旗 打这个手段 即使白旗简单的打在二路 这个差别也太大了 这个被打一下和立一下 先手便宜至少是十多目以上 而且是跟双方眼味都有关系 那么黑旗要立 白旗经过这两手 简单的处理以后 在抢装这边 要的才 这个是一个很普通 很基本的形状 应该说是双方都是很正常的下方 黑旗通过这一尖 就是说牢牢地守住了下方 以及脚地的时空 这里时空手都非常的牢 也不错 而白旗得到的也是破掉了黑旗右边的模样和实地 同时自身的旗形也是不错的 大家注意 在平时或许是个属手 但是在目前旗形下 白旗形状不错的 因为黑旗这个点是永远点不着的 这个点和这个章的交换 黑旗是永远走不到了 黑旗永远走不到了 因为现在无论你什么时候点 白旗都会采取压或者是爬的手段 这个段词等于是毫无意义的一手起 所以说这个点是点不着的 那么白旗这个虎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形状 那么为什么要先尖一下而不直接靠呢 直接靠呢 这个旗呢 就是说呢 直接靠下去 如果黑旗立 那白旗当然是欢迎的 当然是受欢迎的 它就可以直接拆一个 拆这个当然也可以 拆低的也可以 那么呢 我就没有必要走一个虎和挡的交换的属手 但是呢 情况呢 会有变化的 如果你单靠的话 白旗要小心 黑旗这个退 黑旗这个 退的仿机 这时候如果白旗在章上 把这个形状走完整 那么黑旗在这个脚上呢 暂时就不会兴起 它就会直接 逼住 这三个字 或者说是高位 逼住这三个字 马上对白旗啊 发动很厉害的进攻 这也是白旗为什么当初要尖一下这个原因 如果你不走 当然也有可能直接走这个 或者说走这个 那么呢 但是这个接下来黑旗冲 就比刚才的这个后续手段 比这样的这个后续手段 就要严厉的多 就要严厉的多 这个呢 也是这个 为什么要先靠一下 这个原因 为什么要先靠一下的这个原因 而为什么要先尖一下的这个原因 因为这样张上的话呢 被这个黑旗攻过来 非常的难受 这个纸的位置正好 这个纸的位置 所以当 这个黑旗尖的时候 白旗你就老老实实的啊 尖一个 走两个属手 就可以呢 正确的应对这个肩的下方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图形 也就可以了 还有些旗友喜欢在这个时候呢 来点花样 拖一拖啊 如果你等你搬的时候呢 我再断 但是这个完全是不好的啊 黑旗 其实就简简单单的长一个就行 让你活脚 回顾当初啊 黑旗的模样在外面非常大啊 白旗的意图是从上面去压缩这个黑旗啊 压缩这个黑旗啊 而你突然一转身又跑到这个脚上去活了的话 这个思路首先是不对 而且对于全局来说明显是 这个外面的发展比这个脚上要大得多 所以这个 这些花招呢 就没有必要去采用啊 大家也不要考虑 那么 黑旗飞啊 也是另外一种呢 守这个底下的方法 但是我们呢 还是认为呢 这个方法呢 似乎不如这个煎好啊 煎好 那这时候白旗呢 需要注意一点啊 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呢 这时候不能采取啊 刚才同样的招法了 你还是依然去煎一个 依然去煎一个呢 那么 这个招法 反而呢 就被黑旗呢 稍微便宜了 稍微便宜了 那么 稍微便宜一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呢 黑旗的这个飞的这个子啊 似乎 比这个肩啊 要舒畅一些啊 这个旗形呢 也要好一些 这个是 黑旗呢 得意之处 那么白旗呢 就没有必要啊 采取这个肩顶的 在虎的招法 由于这个子走完以后呢 这里结构相对呢 比较松一点 这时候白旗其实就可以采取单靠的手段 白旗可以采取单靠的手段 黑旗当然不能立了 立了以后 这里靠各种各样的借用还有 白旗拆一个就行 黑旗依然要退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旗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接算 那么形成这样的局面呢 黑旗啊 这个子的位置 弱点明显就看出来了 当你再来加鸡的时候 白旗就有 靠压 白旗就有这个靠压 整形了 手段了 白旗这块旗呢 就不担心被你攻击了 如果你只是老老实实地退 那白旗的旗形呢 很容易处理 大家注意这个和这个小尖的区别 这个区别是非常大 因为你这个时候压的时候 它就一扳起来 这个白旗形状就能处理得多 如果你扳更不好 扳的话呢 那么白旗就算熟熟的虎一个 然后再打车 退一个 也可以 跳一个 也可以 这里还有这个借用 这个呢 也是 虽然是一个微小的这个差别 虽然只是一个飞和一个 一个尖这个微小的差别 但是呢 会往往会影响到呢 这边这个 这些局部的这个战斗 所以说呢 当黑旗飞的时候 那么你白旗可以采取了 靠下去 然后粘上这个下方 再呢 再拆一个 不就是粘上的下方 不惧怕呢 黑旗拆一手 白旗呢 守住下方的下方呢 无非呢 也就是说呢 是尖一个和飞一个 这两种下方 白旗的应对呢 相对来说呢 也是比较简单 也是比较简单 这里其中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作为黑旗来说呢 主要是呢 一个这个是选择的问题 一个是选择的问题 选择权呢 就是说当白旗你正的时候 黑旗你到底是想围这边 还是想围这边 但不管黑旗这个走哪边 白旗呢 都是呢 有比较啊 有比较这个简明的办法 应对 那么这个旗呢 黑旗啊 后来发现呢 他要求比较高啊 我两边都想要的话 怎么办 那么呢 黑旗呢 还有一种 对付白旗正 现在逐渐开始流行的下方 那就是啊 大家也发现比较有利的流行的下方 那就是顶这个 顶这个 顶这个的时候呢 嗯 白旗呢 退一个呢 不是太好 退一个不是太好 退一个以后呢 这个被黑旗顶以后 这个黑旗的这个旗形呢 非常的好 这个是个虎形啊 非常的饱满 而白旗外面呢 这个相对呢 比较重啊 相对比较重 那大家注意 这个顶 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 和这个顶这个区别就差多了 因为这两手交换以后 白旗借用不多 同时呢 自己容易变重 如果你拐 那么我就搬 你搬我就立下去 这个就是黑旗的脚上 脚地非常的肥啊 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肥 白旗这个形状有点拘处啊 有点拘处 如果只是单纯的虎 黑旗就肥过来 你虽然可以尖冲啊 但是呢 我就一加啊 这个黑旗的木啊 拿的非常的多啊 拿的非常的多 这个白旗不能满意 那么 当 黑旗顶的时候 白旗呢 也势必要 顶 破坏这个黑旗的旗形 接下来呢 黑旗再藏出来 再藏出来 这个藏出来以后 几乎把这边啊 守好了 补好了 那么呢 这个有了这个顶以后呢 白旗的这边呢 也不太容易下去 这个是呢 就是说黑旗啊 可以说是有利的下方 接下来白旗啊 这个旗不行啊 这个是鼠手 那么黑旗挡住 这里是没有旗的 如果你打车 如果你打车 它就退啊 这个脚上是一点旗没有 白旗呢 就不要再做过多的考虑 白旗的那个 接下来的下方呢 如果只是清零的往外跳啊 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形状 但是呢 这个黑旗呢 会不依不饶的挖 这个黑旗会下的下的很强 这个白的有些难板 打在这边 这一藏啊 这两个就死掉了 你这个 现在 现在下来就没有用啊 你这个装下来 被人家一夹 这个没有用的 这两个死掉呢 肯定太大 那么只能打在外面 打在外面这一粘 这个旗也没有了 这边是没有任何旗了 这边呢 还需要粘上 黑旗就贴过去啊 这样黑旗就是说 通过这一系列强手 达到了两边都围住的目的 而这个白旗中间呢 旗形呢 非常差啊 眼味呢 也不丰富 这个白旗呢 不好 那么看似正常跳呢 不行 那么白旗这时候呢 也只有跟黑旗呢 顽强一点 帮助 帮助呢 黑旗是不能断的 黑旗是不能断的 现在不能断 因为断了 白旗可以打车 这个只要白旗没有生命之忧 没有生命之忧的话呢 这个穿下去呢 白旗的木属呢 收获总是非常大的 收获总是非常大的 所以黑旗不能断 那么白旗呢 要走呢 只能团住 注意呢 这个单搬的好处啊 如果你挤了再打 那么黑旗就可以补到这里来 补到这里来 那么现在团的话 那当然白旗就不会走 这两次走 自己撞气 又卖味道的大恶手 因为这样的话 以后可以从这里绑下来 所以黑旗呢 也是团在这 虽然看上去呢 黑旗有点鱼形三角的味道 但是这个形状的黑旗呢 其实也不差 我们拿过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这两手 这个白旗的形状是没法看的 是没法看的 那么呢 虽然有了这两手 但是这个这一手旗呢 它毕竟马上留了一个断点 接下来啊 白旗得补 白旗啊 如果是 立下去啊 是第一杆 立下去是第一杆 我下来破这边的空啊 如果你黑旗断 我就打车 虎住啊 白旗认为呢 不是太怕啊 不是太怕 但是这个旗呢 首先还要根据这边的情况啊 如果这边空确实很大 这个断了 黑旗这么断了也可以 但是呢 黑旗基本上 在这个立下去的时候 黑旗它是不会断的 黑旗会 拆一啊 进行攻击 这个白旗就会有些苦 这个立呢 有点有点问题 接下来这个形状 不太好整 如果虎在这里啊 那么黑旗就尖 甚至于直接罩住啊 这个白旗会非常的苦 这白的不好 如果非啊 黑旗啊 以后随时留着断啊 可以进行攻击 甚至于来说 它采取极端一点的手段 就有可能直接就给你 尖了断了 尖了断了 这个白旗有可能一下子陷入苦战 那白旗糊啊 糊在这呢 虽然能够就是暂时呢 渡过一下难关 但是黑旗就点了退 整块白旗啊 还是非常的苦 立旗型呢 不好 这个立的旗型不好 那么这个形状在哪呢 粘上 很自然 太重 这个黑旗依然是要攻击 虎一个呢 不管虎这边还是虎这边啊 都要被对方点一下 这个也不满意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旗型呢 当然是非 但是 这个非 并不见得是好戏 并不见得是好戏 为什么呢 即使黑旗它度过 就算黑旗度过 黑旗度过它收获也不小啊 这个墓术都拿回来了 那么以后被黑旗这一家 看看 被黑旗这一家 这一家也有不小的架子 可以为点空 同时呢 主要是白旗的眼味 完全就是 就是旗型眼味就差了很多 当然了 黑旗呢 也不一定度过 可以继续啊 拆一攻击啊 也可以 那么 白旗比较好的形状呢 是在这里 非这个 这个呢 是局部的好旗 断肯定是不用怕的啊 这个大家 简单打两下 弃掉就行 那么黑旗如果虎 如果依然虎的话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明显看出 这两手的区别 这个旗 这两手的区别是明显 是白旗飞这个好 因为你刚才飞这个 你跳都不敢跳 跳的时候都有可能被黑旗要冲出来 你要拐它就断了 这个 跳都不敢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黑旗渡过去 白旗可以放心大胆的跳 黑旗再爬过来 虽然黑旗两边呢都爬过去了啊 木树呢也还可以 但是白旗中间呢 也走得比较厚了啊 眼位呢也很丰富 这个结果呢 白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 白旗还是能够接受 也是呢不错的 作为黑旗来讲呢 能够扎扎实实的把这两边 也可以说是不小的围起来 黑旗根据这个形式呢 局面来说呢也可以采取这种下法 不过黑旗呢一般呢还是会采取稍微积极一点的下法 那么就是说呢 拆一攻击 大家记住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可以说呢是黑旗坚顶以后 双方啊 这个是比较严谨啊 经得起推销的这个正确的下法 那么这时候 白旗如果急急慢慢立 那就不好了啊 这个被黑旗一追击 这个白旗会有些苦 当然你还是要想办法了一下 就是你不立被黑旗这么一度过 那和刚才爬过 这个区别就是说是会非常的大 但是白旗呢 现在你可以先走个过门 走个过门 先跳一个 这黑旗得爬啊 如果你从这边度过 从这边下来 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那么黑旗还是得爬 白旗退 黑旗爬 这时候呢 白旗呢 再立下去 这时候白旗下去 这可以说是白旗的一个正确的次序 而作为黑旗来说呢 把这边守住以后呢 已经拆到一了 可以继续保持对白旗的这个公式 这个呢 黑旗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大家注意啊 看上去这个鱼形三角的这一首旗 其实呢 也是 也是有很大的作用 因为它不管怎么样 让白旗产生了一个断点 黑旗可以围绕这个断点的做文章 接下来 即使白旗压 黑旗就扳 这个白旗扳呢 黑旗可以连断 可以考虑这个连断 生单呢 你就直接接掉 粘掉再断 也可以 这个黑旗就是说呢 保持对白旗的这个公式 在外面呢 获得这个利益 本图的变化呢 可以说是呢 在最近呢 也是比较多见 比较流行的 比较流行的 那么 这个尖顶啊 相对于这个 飞啊 手右边 和飞了 手这边来说呢 呃 这个下法呢 也是比较这个 呃 积极的 比较积极的 正确的下法呢 是大概本图的变化呢 可以说呢 是双方的一个正确的 下法的一个代表图 我们再看一看啊 回头再看一下 把其中的一些要点看一下啊 尖顶 白旗肯定是要顶了啊 这个黑旗就是注意的啊 作为黑旗一方来说就是注意的 不要急急忙忙啊 去贪图 把这个空围起来 还是要保持呢 这个 这个 鸡的攻击性 作为白旗呢 同样呢 也不要急急忙忙的下去啊 去破掉它的空 而呢 而是呢 先把自己旗行 走好以后 再呢 再呢 再 下去呢 破掉黑旗这块空 这个是双方需要注意的 那么呢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呢 当 白旗正的时候呢 呃 黑旗 还有最后的一种下法呢 就是说呢 也有可能呢 是脱线 也有可能脱线 走别的地方去 或者说 它暂时 不在这里行旗啊 因为在这行旗 它一直看不到好的方法 呃 它先在别的地方行旗 啊 先在别的地方走旗啊 比如在这里走旗 这里走旗 在这边定完 各个地方定完行以后呢 或者是交换完以后 它从而再决定 黑旗啊 在这个地方 我决定是守这边 还是守这边 还是尖顶 还是怎么办 这个呢 大家呢 也是要记住啊 可以考虑的一点 因为即使这个形状 啊 这个形状 黑旗不走的话 那么呢 呃 白旗呢 也没有特别严厉的下法 白旗也没有特别严厉 白旗接下来呢 也就是啊 靠一个 黑旗就退 白旗粘上 黑旗就 印一个 啊 黑旗就印一个 白旗也就是拆一个啊 这个下法说起来呢 对黑旗没有多大的损失 啊 没有多大损失 也是呢 黑旗应该啊 就是说在实战中 考虑到的 这个一点 就是说 当对方震我的头啊 想问问我 怎么下的时候 那么呢 我们呢 也可以 考虑呢 就是说呢 先从别的地方适应的时候啊 即使把这个地方让给你白旗下 黑旗呢 也不会太大的损失 这是黑旗在实战中啊 大家对局中一定呢 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的啊 最后呢 谈一点稍微有趣的事情啊 有趣的事情啊 在这个前一阵子高手的对局中啊 出现了啊 心无有角 白旗直接正了 这个 这个 有趣的这个想法啊 当时对局的者呢 黑旗是走这个 然后白旗 再拆 当你走的时候 我再走 这个呢 就是说呢 他觉得这两阵啊 就便宜了 以后可以靠下来 没有这个余味 如果你拆一呢 那么我就不在这边分头了 进而呢 扩展我自己的模样 反正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趣的思路吧 通过这两期的这个讲解呢 我们呢 讲到了啊 这个 对于这个黑旗无有角 白旗正头啊 这个下法 这个下法呢 可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下法 双方呢 也包含了这个 双方呢 也包含了这个非常多啊 这个复杂的变化 不管如何 正一步啊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棋啊 我希望呢 嗯 大家爱好者 在平时啊 在对局中 如果有这个机会啊 你呢 能够运用一下 即使呢 有时候可能输了一两盘棋 但你能体会到 其中这个正以后的种种变化的 呃 奥妙呢 也是可以说是呢 为期的非常大的乐趣 好 今天的讲座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呃 谢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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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